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媒体多次重复指责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族 甚至最近还升级到指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行动 美国特朗普政府就不止一次公开重复这样的论调了 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天 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趁着自己当职的最后一刻还不忘做出最后一击 他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的少数族群实施了种族灭绝行动 包括任意监禁强迫绝育技术酷刑强迫劳动并且严厉限制他们在宗教言论和行动方面的自由 蓬佩奥这则推文被认为是目前为止 美国在这个课题上所发出的最严厉指控 而中国外交部也火速回应批评蓬佩奥扣了好大意的一顶帽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活力全开 声称蓬佩奥的声明就是废纸一张 还形容撒谎的蓬佩奥就像是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 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赶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天 在推特发文指控一百多万名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进新疆再教育营 是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并犯下了反人类罪 对此中国外交部作出反击声称有关言论是世纪笑话 蓬佩奥的所谓的认定在我们看来就是废纸一张 这位以撒谎欺骗而臭名昭著的美国政客 正在以其末日疯狂和世纪谎言 把自己变成末日小丑和世纪笑话 针对新疆再教育营强制同化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指控 华春莹强调过去不曾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发生 同时表示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昨天 社交媒体推特突然毫无预警的封锁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推特官方账号 声称有关账号违反了反对非人性化的守则 一般认为这相信是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1月8号发布的推文有关 有关推文说 新疆维吾尔族女子不再是声誉机器 但隔天推特即刻屏蔽贴文并封锁了大使馆账号 禁止这个账号再张贴任何文章 对此华春莹就指推特公司持双重标准 我们对于推特公司因为这个原因 对中国众为十万的账号采取限制措施表示不解 我们希望推特公司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双重标准 要加强甄别 甄别出什么是真正的虚假信息 什么是谣言和谎言 什么是事实和真相 火力全开的华春莹最后还说 蓬佩奥这些年散布的谎言和流毒 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蓬佩奥也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其实也不是所有西方国家的领袖 都认同美国和蓬佩奥的这种论调 在英国当地一些议员也施压 要首相约翰逊对此表明态度 并且在1月19号 有英国下议院投票表决一份种族灭绝修正案 不过这份修正案最终没有通过 约翰逊拒绝承认中国犯下了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的说法 这一份种族灭绝修正案被外界认为 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冲着中国而来的 有评论认为一旦修正案通过 那么英国可能无法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 这无疑会给脱欧之后的英国带来不小的冲击 无论如何 蓬佩奥在特朗普卸任前动作频频 在翻炒新疆课题 很多媒体认为是为了给拜登制造一堆的外交地雷 但是报道也指出 拜登政府在这一项课题的立场是大体认同的 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布林肯 曾经出席有关的听证会 他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 他同意蓬佩奥的声明 认同中国迫害维吾尔人的举动 是一项种族灭绝的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会参议院外交关系组合 各位认同中国迫族 gouden